财富指挥官财富涨停板 而且在股市当了28年的分析师 今天第一句话要先跟所有朋友说 赢家看行情 那不好意思讲没有赢 我不要叫你输家了 反正你不想赢的叫做看心情 各位注意今天的行情还是非常的好 一口气飙到了18 119 再500点再500点 金融股还没涨 证券股往往是这个所谓股票的最后一半都还没涨 那么现在离创新高只有不到600 只有500点本身的情况 我认为这个行情是铁定创新高 甚至就这么告诉各位 那么电子指数已经先创新高了 这个行情一定创新高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来我要直接的 非常直接的跟各位讲 请你注意台积电所代表的Cowars产业 等一下我要特别跟你说 那么现在真的到了所谓的 整个产能非常紧俏的一个情况 非常紧俏的情况 甚至Cowars已经做到了下一代的光通讯 老师光通讯跟Cowars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我等一下解释给你听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觉 我跟各位所讲到的事情 真的有人在掌握未来可预见的未来 立刻让他攻上掌停板 甚至今天光通讯 在我们今天盘中的推荐之下 立刻攻上掌停板 还有各位来 礼拜五跟各位讲说要送给各位一个 都来富贵 这个让大家的红包 看清楚 我们会员所有的朋友 你在看line的时候你都可以看清楚 甚至今天各位看到 六四六二的神盾 龙之争龙劝增加 支劝八大要领 龙之争龙劝增加 我在五点半跟你讲了很多次 龙之争龙劝增加 各位看到没有 来让你看一下 龙之增加 龙劝同步增加 自己看清楚 再一次 龙之增加 龙劝同步增加 那个真正买盘的主力没走 那个赢家都没有 所以我说赢家看行情 那个什么家看心情你知道吗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现在行情还是非常的好 甚至呢 我先提醒大家一件事 我们公司其实在 大概半个多月前就开始讲了 过年以前是不算会期的 那你越晚来参加 你不是越吃亏 甚至我就讲一句话 上个礼拜参加的朋友 恭喜你 运气也很好 行情也很好 老师也很努力 对不对 这样讲就可以了 好不好 各位注意哦 1月26号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这档股票 你去看我的line 我会把它名字公布出来 6165的浪凡科技 名字在吧 我也可以写6XXX吗 还是写XX科技吗 没有啊 甚至我告诉你说 这个股票里面 有百位直播组在带货 是不是要过年了 然后结果这个股票真的很厉害 什么叫很厉害 各位啊 最近很多股票都给你 做这一招啊 所以你要来找我啊 你看EPS怎么是付的呢 买了四间豪宅啊 四间豪宅 现在豪宅的自备款 要50% 所以至少要3.2亿 3.2亿各位去想想看 它的一个股本才4.9亿而已 算一算EPS8块钱 各位啊 有没有讲过这件事啊 那么他说要当办公室 所以他导致EPS成复数 我还给你留一个 很好笑的一个情况 营运透明度不高 问题是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能够掌握住这些讯息 如果你能够掌握我的LINE 如果你能够掌握我的call 讯 对不起啊 今天很想让所有的人再进去一次 完全没机会 因为我公布了 因为我公布之后完全没机会啊 所以各位你再看清楚啊 这百分之百你在手机上面 看到LINE的讯息 看到这句话你要干嘛 赶快把LINE掃起来 对吧这是第一个 但是把LINE掃起来 我认为这是应该要做的啦 但是接下来我认为啊 要看到可预见的未来 就算你看不见 等一下我会帮助你看见 我也是看别人帮助 我才看见的啊 各位注意一下下啊 将来呢call wars 我说过这次来讲的话 你看黄仁勋也在讲 黄仁勋一直跑来台湾 为什么 为了所谓call wars的产能不够 甚至呢 最近大家已经开始注意到了 英戴尔跟这个联电联手 联电被他抓到一些倒霉的情况 但是英戴尔为什么要跟联电联手 那是因为超为要跟他要产能 所以等一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真的魏哲家告诉你说 明年call wars 他未来的产能是属于倍数增加的 所以要增加一倍 我们台湾也在到处找地 继续盖做call wars 但是这里面来讲的话 那么要盖就要盖最新的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 注意哦call wars现在呢 把这个铜线取消啊 直接改用光引擎跟光通讯 伺服器里面也用光引擎 光引擎就是所谓的光线里面的讯号就对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也改用光通讯来做一个连接啊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说这个过程 我们称它为CPU啊 叫光引擎啊 所以它传出去的时候 也是一个光讯号 也没有发觉一件事 所以这里面包含了所谓的 共同封装CPU的架构 或是各位看到这种 所谓插拔式光收发组啊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各位注意一下下 如果我们今天来 我们用三句话来形容这个行情的话 第一句话来吧 又回到我跟各位讲过那么多话了 手机怎样大过PC对吧 第二句话软体大过硬体 第三句话叫做新的制程 来注意 新的制程 这是我今天盘中的时候 在我们本台跟各位报告的 我说讯心40倍 减理40倍 这是最便宜啊 结果呢 你看一下 我会有没有今天就立刻恭喜啊 我会有没有今天立刻恭喜 我还直接这么行为一件事啊 现买现赚 而且呢 今天不算会期 这么好 这么好 各位看到没有 甚至呢 各位看到没有 上次跟你讲说 哎这个这个这个过年概念股 都来的 付货 你去看一看是不是就这档股票 哎 刚才你看到了 里面是写的这种白纸黑字 这不可能能够改 所以你今天看我节目 只要看一个字就好了 准不准吗 准不准吗 就是这句话了嘛 然后我就要跟各位讲了 各位注意一下下 我认为Cowars 将来会是这个行情里面 你说老师 我就是要3583的新云 也可以 哎 注意哦 现在很多人说 要怎么样报股过年哦 我认为Cowars 你看嘛 明年要成长两倍 那现在呢 哎 还生产不出来 所以基本上在盘整 但是他本利比只有28 他明年要成长两倍 他明年也要成长两倍 有的先反应了 为什么我跟各位讲说 Cowars非常的重要 我们再看下面这两档 这个32倍 这个28倍 听起来好像 31 32倍快受不了了 但是你看这个万论啊 天啊 他只赚1块2 最近都在讲这个万论 181块 本利比100多倍 为什么100多倍 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大家炒太高了 说真的这也是太离谱了 但是我这么跟各位讲一件事 这也代表Cowars本身的一个产能呢 现在是不足的一个状况 甚至8027的这个泰生啊 基本上最近大家炒很高 现在多少 87块 赚多少赚0.37元 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因为大家现在都在抢Cowars的产能 所以台湾现在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 甚至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说 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人叫做奥图曼 他跑到韩国去抢产能啊 表示怎样 各位去想想看嘛 黄仁勋为什么每次都跑到台湾来 宁夏夜市吃东西 他真的那么闲吗 真的跑到台湾来 跑去跟张忠谋吃饭 真的那么闲吗 跟魏哲家吃饭那么闲吗 台积电都被包掉了 台积电都被包起来了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Cowars将来会是这个行情里面 你现在虽然是兔年 农年第一个确定 农年可以两倍以上的 这种所谓强势的股票 像这档股票赚3.2 我估计赚3.2 本利比只有17.8倍 我认为我明天不要打开 我认为我今天千万不要写在line上面 也许我心血来的时候 晚上就给它写上去 明天又跳光涨零 各位看一下 三角形整理完成 本利比最低啊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行情里面 我们都已经完成规划了 甚至我就是跟你讲 我看行情 我不能像你们一样看心情 哎呀今天不想做股票 闪个灯好可惜哦 想不想赚 当然想赚啊 有钱为什么不赚 而且有钱 而且很好赚的时候 为什么不赚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说过这个行情里面 这是我今天传给某电视台 就本电视台的内容好了 我说AI带动 行情一定是挑战18619 那么量缩 大家都说量缩 我告诉你强者很强 看回不回 你看AI应用具有是涨停的 这我没有每支都买 各位看到没有 神盾继续涨停板 甚至光通讯前顶也是涨停的 如果你盘中有在听我连线 你应该很清楚 6442光色也是涨停板 我连线在这个时间点 我可不是在前面那个情况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这些 赶快来啦 就跟你讲说 那个真正厉害的这些高手 不好意思讲 人家为什么比你有钱 我曾经碰过那个 台北迪化街的一些朋友 以前我在骑重机的时候 人家真的这个时候都还在看股票 都还在听我讲 所以各位发觉一件事情 股票市场里面 你听我讲 然后方向正确 然后下定决心 然后把握时间 你就能够赢 大家都不想要 大家都不想要没关系 你说大家都不想要 很清楚了 我告诉你手机大过PC 那因为市场上面都是那些 不好意思讲 没有赢钱的人都讲话比你大声 那个红机怎么涨很少 我都快讲到话 讲到话不想讲了 我说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你看到没有 根据我们的资券八大要理 融资大增 融券大减 融资大增 融券大减 本来就比较不会涨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六四六二的神盾 从我开始跟各位介绍 从我12月28号跟各位介绍的时候 神盾一路上从140块钱 我说过这18号的时候 我就可以先调节180块 后面我还有股票给它更不要 但是今天的你看 融资跟融券上礼拜五增加的时候 又直接冲上去 又直接冲上去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你不敢上车看这个资券八大要理要上车 前面涨了四肢停满了 你不敢上车 170块还要想办法 170块还要想办法 结果呢 今天再次来到多少 205块 30 你看8096的秦雅 我说当时呢 我认为我自己判断的一件事情是不对的 因为当时那个头盔卖10万 苹果头盔卖10万 我说哎呦 这个6462神盾卖这个所谓的三星的手机 说不定会卖6万 因为这么好的手机怎么卖6万 卖4万多啊 卖4万多跟现在苹果差不多 连我都动心了 我是果粉 各位看到没有 CIS影像感测 结果呢 你看到没有 他冲上去一样第四支 一样第四支 一样第五支也出现了 而且上去之后也没有回来 没有回来 不能说没有回来 就是停在那里了 所以好的东西 他不会因为什么过年不过年 而且接下来 你就可以发掘一件事情 其实今天从这个Covos里面的 8227 具有科技 6695 6462的神盾 还有那个6695 各位看到没有 6695的心灵或8227的这个具有 他告诉你说 Chimp GBT给你的这个规格 那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三星现在目前给的也是这种所谓的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讲 图声文文声文本身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呢是真的是可以销售 真的是可以畅销的 所以欢迎所有朋友 现在这种情况出来的时候 连open AI都知道了 所以赶快呢 要来抢什么抢covost 人家是从美国过来 抢台湾台积电的产能 你说老师那我就买台积电 也可以 好不好 台积电我送给你 但是台积电不会明天标涨停板 但是这个呢 这可能一标三四日涨停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现在covost 甚至呢 光通讯应该是 未来第一个可以看到 跨年最重要的产业 这个你一定要先去卡位 不然的话哪一天跟神做你一样 一直上去你就没机会了 所以想办法 现在都不算会急的 所以想办法赶快跟上来 掌停掌停再掌停 今天三个灯给我们掌声 你会说老师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的资讯 而且判断这么清楚呢 我说这真的是孔子教的 我说听其言观其行 人烟收哉就是人怎么可能会看不出那个线索呢 各位注意一下下 那么最近有一个新闻 在11个小时之前发布了 他说OpenAI这个奥图曼 各位记得一件事 这个奥图曼先生呢 应该就是所谓AI这次 其实他比黄仁勋更早就在谈AI这件事情了 那么上周去出访南韩 拜访三星跟海力士 说要做这个所谓相关的记忆体AI晶片 我问各位一件事 你说我为什么从这个新闻里面看到未来的答案 各位注意一下下 如果他在台湾找得到晶片 他需要去韩国吗 如果超维在台积电找得到晶片 需要去跟日月光 需要去跟连电要吗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间接的你可以发觉一个很重要的状况 在于我们台积电 我们台湾的台积电 这次真的 不要我们台积电要发了 或台湾要发了 你也不知道 你说老师我要买台积电 可以我就说过 虽然他不会立刻涨停板 但是而且台积电现在产能已经 塞到爆塞到满了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接下来呢 看谁还能够做得出covers 只要能够做得出covers的 股价呢 其实都不差 甚至我就这么 股价其实都不差 各位看一下 股价其实都不差 然后这个以前也是一个很普通的股票而已 然后第二件事情我要特别跟各位讲 你看到没有 奥图曼在这个时候 还在找韩国的开发商 说要跟辉达来做竞争 各位记得一件事情 股票市场里面 人家很多人都在别人放假的时候特别努力 你还记不记得一件事情 我曾经跟你说过 我说这个还看不出来 这是农历年 现在是所谓杨历 各位还记不记得当时 圣诞节的前后 那么英戴尔的基辛格 英戴尔的指引长基辛格 突然跑到台湾来 哇 拥抱华硕拉着宏基 跟他演讲 去演讲说 你看我这个 扣RI这个新的这种 所谓的这个CPU里面 他就有AI的系统 那么大家做这个AI系统的话 股价就有机会 而且未来就有机会 所以才会产生AIPC这一整段 各位看到没有 从36块涨到56块 甚至呢 2357的华硕 一样的道理 从400块钱涨到502块 那你那个时候在讲说 奇怪 人家美国都在休假了 外资的经理人也大堆休假 结果基辛格他不休假 股价有没有被他抓到 一样的道理 你看他在干嘛 他在拼我们台湾人 什么时候加班 他在拼韩国人 什么时候加班 我就直接告诉你一句话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当时你看国外的人在休假 你看基辛格不休假 这些都是他的 你要等到说 哎呀 大家每个人都休假回来了 每个人都知道说 哎呀 我们现在1月份 开始来办什么 办CES电脑展的时候 这一段变成是你的 这一段变成是你的 各位看到没有 所以股票市场很多的会卡位在前面 努力的人一定会有收获 这才是股票市场里面要去掌握的 努力的人掌握正确的资讯就会收获 他现在在说什么 他在拼什么 工晶片工不应求 这句话是我增加进去的 他本来新闻只有这样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也要像我一样 想办法去找这些东西 甚至各位看到没有 为什么会功不应求呢 因为好像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基本上所需要 因为大家做了这么多AI的东西 结果到底哪些是需要的 基本上来说的话 现在看起来三星跟微软已经定格了 各位看到没有 第一个要新助理Bixby来做帮忙 第二个那么可以写文案 文生图就像说我写了一篇文章 我希望能够让他生动一点点 里面可能提到柯南 他就给你一个柯南图 提到这个哆啦A宝出现 哆啦A宝的图 提到股票给你股票的图 所以这个类似CAPGBT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你给他语言指示 我想写一篇电子邮件 大概是什么样的意思 我现在没有空 你帮我写一下 他大概写一个 你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 所以CAPGBT CAPGBT 二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推出来了 二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推出来了 他所推出的这个 所谓相关性质的格式 看起来 就是以他这样的SASIC 以这样的IC设计为主 因为这些是大家需要的 你看到没有 直接多语言翻译 所以呢 我常常讲一个笑话 我说你要出国干脆一点 你如果说你英文不好 还是什么泰文不好 你带两只手机 然后这边给他调成泰国文 泰国文这边拿中文 你就拿这只手机给对方听 他听到的是泰文 你到法国的时候 你把它调成法国 你继续用你的手机 然后自己打给自己 拿给他 变法文 怎么可能会听不懂了 这就是三星这种 所谓直接的多翻译语言 手机最大的用处 你干脆带两只手机 不就是最方便的情况吗 现在更新的产品 各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我说假设有一个跨国企业的总裁 例如像郭台铭好了 郭台铭去到比方说去到印尼 他不见得会讲印尼文 他可能需要透过翻译 现在不用 你把那个蓝牙的喇叭放在那边 郭台铭在那边讲中文 蓝牙喇叭放出来是印尼文 看起来就像郭台铭在讲印尼文 你这种情况之下 连黄老师都可以去印尼招会员 你知不知道 我可以去泰国印度招会员 所以我不会讲他们的话 那那个蓝牙喇叭 那个将来可能还要再生成 所谓蓝牙喇叭 现在的这个所谓 直接多语言翻译的这种 所谓AI系统 这是不是大家感觉就 你会感觉你有需要在吗 所以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至于说后面各位看到这个什么 ChipGPT 不是ChipGPT 看到这个AI PC 为什么说这是手机大部PC 因为他做出来一些东西是 比方说我们今天 黄老师跟这个洛杉矶的李老师开会 然后我们场景可以更换 我们的什么脸型可以变化 那个你感觉不出你的强烈需要 我认为这是可以感觉到强烈需要的 所以我认为将来所有的手机 都会变成这种三星手机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基本上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那么你一定要懂得我跟你讲的 这个所谓的六大产业四起 第一个叫做有梦最美 这叫有梦最美 有梦最美 那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现在你已经看到说 那么手机在逐梦踏实的阶段了 所以神盾后面不是神 神盾后面是三星手机 神盾后面不是神 神盾后面是手机的需要 懂不懂我的意思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他们已经进入这个第三期了 甚至我也跟各位讲说 你看 有钱你不要谈 跟你讲说各位看到没有 第三期还有谁 还有伪创 那么3231的伪创 今天还是表现得相当不错 这一段是他在做梦的时期 那个伺服器贵得不得了 然后后来发现说 这个伺服器好像只有上太空在用 170万一个晶片 一台要五六百万谁买得起 到了现在 一百万的也有了 晶片四十万三十万的也有 所以这个时候开始的业绩大爆发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 这个缺口始终没有回补 卖最便宜的 我卖到中东 卖到印度那一定最便宜的 今天照常给你创新高 所以我说过各位看到没有 股票市场你懂得产业的时候 你就知道强势股跟弱势股在哪里 你就知道强势股弱势股在哪里 这个我都还没测 我就跟你讲 我就跟你讲说 能够赚钱的时候我干嘛要测 我最怕的是说 我来上班上了一个礼拜 又没行情 那就最难的情况 那现在还在上班当中 还有行情 还三个灯 而且接下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细光子这个部分 也是大家好好注意到的一个情况 因为将来你不但会变成光通讯 光通讯它本身来讲的话 像4908的潜艇 我说它一方面是光通讯 一方面又是细光子的成员 那这里面以后要变成 通通变成光方面的一个讯号 加上第二件事情最明显的 各位 那么不管你将来要AI PC 不管你将来要AI手机 不管你将来要AI什么ABC 反正AI的AI电器好了 AI的客厅也好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上游你这个一定要有 Cowars产能一定要有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台积电1奈米 台积电Cowars 是要放在嘉义 还是要放在高雄 是吗 那请问一下在干嘛 在扩产 我们现在在讨论什么 联电跟力城合作 跟华邦电合作 跟华东 跟华东合作 这两天也在讲这个股票 对不对 在讲什么 在讲他们要想办法做 高阶封装 在做什么 做Cowars 我们现在在讲说各位看到没有 所以我今天来已经跟各位讲了 Cowars如果你真的选几个本利比比较低的 第一个你可以选新云 第二个你可以选台积电 那其他的都高到吓死人了 第三个你唯一的是这张股票 我认为Cowars本身来说的话 将会是明年 因为他是 魏泽家告诉你 他是倍数成长的 那刘德英 为什么这个这么严重 刘德英的博士论文写的是Cowars 所以这次来讲的话 我就觉得 好像很多事情刚好都交叉在我们台湾里面 难怪这个黄仁勋没事就要来吃蚝蚝钱 如果是我我也要来吃 因为没有你台积电 我就没有办法称霸 讲白一点是这样 那你称霸之后人家就去找连电 人家就去找三星 然后越早越远 然后这些新出来的Cowars 你看到没有 然后人家赶快想要用光通讯 新出来的Cowars 其实股价也是相当完整 量缩之后重新还要再上工 你股价买在这里要套牢 但是基本上来讲 他休息完了就会再往上工 所以我说过这是本益比最低 你自己看一下 我估他的EPS是3.2元 那本益比只有17.8 你看看这个28倍是他的多少 接近一倍多 这个32倍是两倍 这就不用讲了 所以欢迎所有朋友 想办法跟上这个本益比最低的Cowars 顺便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你各位想想看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公司里面就是这个最低了 你不可能叫我每天 减10%给你 那减到最后我是不是送你红包了 对不对 再五天然后砍砍砍 然后最后我送你红包 你来参加 哪有这个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 新年就是我们公司的底价 过完年之后也不会更低了 过完年之后 就是从新开始起算会期 所以现在会期是方便的 欢迎所有朋友 想办法赶快利用这个 所谓全面五则感恩回馈的方式 跟上我们了 谢谢大家 本公司所推荐 翻新制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速度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